讲道理 现在这个时代 上了高中还没有看过黄的人 已经很稀有了 这样小时候 黄瓜 木耳 蘑菇 泡芙 还是一种食物 海天盛宴还是一顿晚饭 深水炸弹还是一种武器 但现在不一样了 说出来会过不了审的 我已经过的那个 听到敏感词汇 都会红着脸躲避的年龄段了 如果我身边有人 突然开始批判网络上的擦边男女 我的第一反应 这个人要么刚包完馄饨 要么刚扮演完蜘蛛侠 真不说说啊 我想知道你们到底是在哪里学习的 明明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的性教育 为什么都这么懂呢 我有一个同学 在网上求资源被骗了20多块钱 相册里存置一堆小漫画舍不得删 看小说能看到凌晨两点 我有时候不能理解 在这个虚拟现实技术 都已经发展起来的年代 为什么看文字还会有感觉 而当我在超市 讨论每个卫生巾品牌的优劣时 他说我是变态 当我在聊大学生 又学习哪些避孕措施时 他痛斥我传不淫晦 身边有不少人是这样的 一谈到性 就会莫名声出一股羞耻感 说实话 小时候身边的孩子 有五个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有三个是从猪蟹里爬出来的 有两个是从打指窝里出来的 只有我是拉屎的时候拉出来的 他妈的 我爸妈对于性教育的看法是 长大了自然就懂了 现在教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没用 只要学习成绩好就可以 所以我爸看到电视里的动物世界 动物交配的场景都会换台 那年我18岁 18岁 就是头猪应该拉去配种了呀 孩子的世界 其实没大人想的那么复杂 很简单 你不教我就自学 故事还要我从小学上网看小说 跳出来的弹窗广告开始讲起 我到现在 怎么也看过几百部电影了 我能准确地指出 每一部电影的剧情漏洞 动作是否标准 演技是否欠缺 如果一个日本人和我说 我能在这个舞台上玩 老师你能吗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 我能免费看 你能吗 但其实 看电影是错误的心教育方式 通常一段20分钟左右的电影 都需要拍摄4到5次 导演还要用各种 一花金木的剪辑方式 拼接在一起 而且还有很多相关的情节 你学习不到什么 还容易变成像我这样的心理变态 父母和学校不知道 禁止 本身就是一种生产 让孩子早早地接触了 与性相关的信息 但要缺少了正确的引导 有不少人小时候都被猥亵过 都不敢和父母说 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被猥亵了 但凡懂一些性知识 碰到一个坏叔说 小朋友想吃棒棒糖吗 跟叔叔走吧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他废我 你只买了起棒棒糖吗 你活得太失败了吧 这是我的马沙拉蒂车钥匙 再不滚马上撞死你 可能你不完全认同我 但我觉得 我们不该把无知当作纯真 并且言以为好 性教育是应该让人正确的了解性 深入的认识性 适当的时候去使用性 不让人污入歧途 否则就像现在这样 结婚前性教育是红水猛兽 结婚后 生儿育女却成了当务之机 谢谢 谢谢 谢谢